如果你在選擇傳統的SUV 或者是這種新世代的這種 緊湊型的CUV 福特的Focus 而且又是Active 我覺得大部分 可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消費者 都會很接受這款車 我覺得其實不只是SUV跟CUV的選擇 這款車甚至可以作為 CUV跟先備車 就是這種Hatchback中間的一個選擇 那我相信這台車大家也熟了 福特的FocusActive 今天來的是韌性版的 比較高階的版本 那其實它的 你光看它的車殼 它是一台Focus 所以道道地地的先備車 但是加了一些 我比較會形容它是Crossover的元素 例如車高稍微高了一點 有一些跨界的風格套件 甚至配備上不太一樣 那整體的尺碼 因為這一個世代的Focus 本身就已經放大了 所以它其實有 空間也很大 沒錯 它其實就是跟一台中型的小兄侶 差不多的空間的機能 但是持續操架起來 它會比一般的CUV稍微在 像先備車那樣靈活 然後操控性再更好一些 我覺得這是它的優勢 那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台其實在 這台是22.5年式的Focus Active 22.5年式就是它的價格稍微 多一點點 整個車系漲了大概1到1.9萬元左右 但是有兩個重要的配備是它新增的 第一個是全數位的12.3吋的儀標板 另一個是經銷商的算是加裝的套件 是電子的後視鏡 這兩個是比較大的不同 但是先前的一些年式的調整 它已經換上了LED的Dynamic 動態的頭燈 所以不只是遠近光的切換 它包含一些光型的調整遮罩 其實都是有的 所以在其實現在的Focus 任何一個車型 可以算是小該款之前的最終版本的 所有該該要的配備 你要的好料其實都在上面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剛剛 我們鄭杰老師講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句話 其實現在有一些中型的休旅車 CUV 配備上或動力沒有到那麼的高階 但是你選擇這樣的車型 其實就是最頂級 可以買到最頂級 其實跟庫卡差不多 動力來講 配備來講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 所以你只是尺碼上面的取捨 當然啦 這台車它的 我們現場這台 它價格稍微高一點 就是一萬九 那門檻並不是以前那些小車 那麼的親民 但是我會覺得 你作為這種尺碼的取捨之下 Focus Active的選擇非常不錯 那它跟一般的Focus 其實在跨界的元素上面 比較多一些 車高大概前後選都高了 大概四公分左右 離地高已經 163mm 那比較大的差異是 其實你車身的四周 會看到非常多的這種防刮的飾板 有一些比較戶外的風格 但是在實際駕駛的模式上面 它也有五種 包含有脫困的那些模式 泥地 沙地 雪地 對 即便它是前輪驅動的車型 但是它可以透過電腦的偵測調整 來協助你脫困 所以對於戶外使用 稍微還是機能性再高一些些 那如果你是拿其他的這種中型的CUV相比 譬如說 Kicks啦 Corollacross 對 或是現在最紅的 即將要上市的Honda的HRV 當然它的後座空間 行李箱空間 不會是它的強項 但是因為這一代的Focus 它車場是長的 大概已經4米4了 重點是軸距到2米7 所以長度是 不是這些車可以比擬的 你整個車上的寬敞度 它主要是前後的長度深度 會表現得比較好 對 這是一些細微的差異 那它的優勢很簡單 就是動力 1.5升三缸的渦輪這家引擎 已經182匹了 這不是那種1.5升自然進氣的車型 可以比擬的油耗表現也非常不錯 16公升多 我們問一下現任車主好了 你平常開1公升油 都大概跑多少 成高速還是市區 如果平均呢 平均大概14...15 很好耶 你要想它是182匹的車型 渦輪這家動力 對 有這樣油耗輸出 我覺得其實很好 而且它不是小車 它是中型的 算是中型車 沒錯 然後最後一個重點 也是剛剛有聊到的 可以算是同級最完整 最先進的安全配備 對 它配好配 國泡的360有IACC 全速域的全速域車道維持 連什麼路牌辨識 甚至什麼道路的輔助 標示的辨別 全部都有 我覺得這個是你在這些車型 可能七十到九十萬這個級距來講 你追求配備 你追求享受的實用性 就是動力底盤的科技來說 Focus Active 應該是你這些要件之下最好的選擇 對 因為如果不論價格 就是你的預算多少 我的女生朋友 我會推薦他們買這一款車 為什麼 第一個安全上面 你說加上夜間的行駛的能見度 因為他的頭燈配上比較高階的 然後還有就是很多新手上路的時候 他會對於路面的判斷 他不是會這麼的清楚 比如說非鋪裝路面 我一般這樣開過去或是什麼的 如果說你有對應地形能力更高的話 其實比較不容易傷到車子 沒錯 對不對 所以Active的確是很多新手 你從一開始 甚至於到了交女朋友 交男朋友的時候 你還可以持續的用下去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剛才講到這個 屬於這種CUV 也是現在實價相當流行的 這個級距的車款 智希也提到了HRV 那HRV全新大改款 我想應該蠻多的消費者 已經看到他先曝光的一些影片 然後可是真正的價格 還有預售價格 好像目前大家都還不知道 有關於這些訊息 我們請羅哥告訴大家 對 這個HRV 先前發佈了預賞會 其實他們後來也承認出來 其實那個就是發表會 但是價格沒有公佈 那我們講HRV 其實大家很容易跟FIT來比 幾乎你就會覺得 它是同一台車子的衍生版 第一個就是油箱在前座底下 第二個就是它的Ultra seat 你有這兩個特色 你會覺得說 這兩個應該是雙升車吧 還有引擎也是 因為HRV我們也試過車 對 引擎動力也一樣 對 但是你會發現這兩台車 其實它並沒有像FIT一樣 有那個特別設計的 那個假A柱對不對 然後車子內裝的那個 成色 儀表 中後台 其實也不太一樣 然後它車長也變成了 4米3多一點 所以空間上面 還有車高上面 其實真的都是拉大了 所以雖然它有剛才講 那三個要件是一樣的 但是其實我們在開起來 也不太一樣了 因為我們講FIT 是讓我覺得說 小車裡面變成熟 那HRV我們開過以後 我就覺得 果然還是本田味又跑出來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 它隔音 我覺得沒有FIT那麼精緻 你油門全踩的時候 它那個 那個聲音還是出來 就是以往本田一貫 讓人家覺得說 我駕駛就是要有一些 跟車子跟引擎 跟地面互相接觸的聲音 讓你感覺到你在開 那其實這個新的HRV 什麼時候才會正式發表 明天 其實本田在臉書的官網 它已經透露了 應該是六月十八號 六月十八號是禮拜六 那我想可能應該就是 電頭發表以及正式公佈售價 那我們也來預估一下 你看FIT的這個價格 EHEV的那個價格是 七十九 七十九點九 七九點八對不對 好 那所以HRV 應該也就是八十起跳 是 這個區間了 沒錯 那你就會覺得八十幾 這個區間怎麼會跟 CRV好像有一段差距 HRV現在不是百萬起跳 中間不是應該還會有一個 就八十到九十不是嗎 就是HRV 那九十到一百怎麼辦 對不對 好 那其實我來大膽預測一下 好不好 本田會有一個新的產品出現 為什麼HRV一直只給你 一點五的引擎 為什麼 連EHEV也不給你 因為他壓低價格 他要把價格壓在這裡 中間會有 可能本田會有一台 其實大家可能看過新聞 有一台叫做ZRV的世界車 它是基於Civic的底盤 所以之前不是有流傳 五門的Civic 可能會來台灣 其實我認為真的 更有可能是那一台ZRV 它就是基於Civic底盤的 Crossover 那所以羅哥你這樣講的話 等於說那台ZRV 就是比HRV再大 然後比CRV再小一點點嗎 對 可能會在四米五幾 所以它會接 ZRV目前的引擎系統 1.5TURB 好 那這個現在只是預測而已 好不好 這個如果沒有只能承承到 不代表羅哥的說法 對 不代表本台立場 代表我的預測而已 好不好